我們現在講第九章,就是用舉證來表示算佛 你們知道 我們先我們先呈現一個問題 什麼叫舉證 你是不是把四目寫成一個長方形的方塊就是舉證 相當並列,例如說我這樣寫 一二三,這是不是一個舉證 是不是舉證 不是,因為數學上所講的舉證 就是說它必須合乎特定的怎麼樣 特訓的運算方式 就是說不同舉證之間的運算 它強承要有特定的規則 你要滿足這個規則才叫做舉證 不是說你隨便學一個方塊都是舉證 不是這個意思 我們看底下 那我們的量子物理上的算佛 剛好可以怎麼樣 剛好可以滿足那個數學上的舉證的怎麼樣 它運作的要求 所以我們的量子物理很多算佛 就可以用舉證來表示 我再講一次 不是你把任何數目寫成一個長方形 就叫做舉證 舉證要特地 舉證裡頭的方塊跟方塊的運作 是有特殊的運作方式的 那我們來看一看 我們量子物理的算佛之間 我們如果把它寫成這個方塊的話 對小長方形 它是不是滿足那個數學上的舉證運算 然後再講舉證 第一個先決條例 第一個是怎麼樣 你要先告訴人 告訴人家說你的完整結合是什麼 你先有一個完整結合才有舉證 要記清楚 先有完整結合才有舉證 所以第一步我們要定義怎麼樣 第一步我們要選擇我的完整結合是什麼 第一步就是要選擇一個完整結合 這是我們用舉證來表示一個 量子物理系統 第一步要做的 給這樣清楚沒有 當然對應不同的物理系統 對應不同的物理系統 我們要選擇配合的怎麼樣 配合的完整結合 例如說我們 我們角度問題對不對 就立體角 例如說我們如果再處理立體角 或者是角動量 有關 牽涉到角動量 或者立體角函數的話 你想我們該選擇什麼樣的完整結合 對 就選擇YLM 那你們事實上 你們事實上是用這個符號 你們事實上是用Delob Notation 如果用Delob Notation的話 是用這個符號 這兩個是一樣的 這是立體角跟角動量的問題 那如果是減血運動呢 或者是震動 如果說震動的問題的話 我們要選擇什麼 我這邊在講這邊所有 跟你們強調一下 震動跟減血運動 不是 減血運動是屬於震動 但震動不一定是減血運動 你知道我講的意思沒有嗎 震動不一定是減血運動 你可以 你可以是 我們知道減血運動是什麼 是Harmonic 但震動不一定是Harmonic 這樣清楚嗎 那這一套系統我們都 這些問題我們都可以用怎麼樣 選擇什麼完整結合 我們說可以選擇怎麼樣 減血運動的Igon function 做它的完整結合 這是減血運動的Igon function 那我們已經求過了 我們已經求過這個問題了 在這裡我再提醒你們一下 這個完整結合 不一定是所有震動的怎麼樣 的Igon function 它是減血運動的Igon function 但不一定是所有震動問題的Igon function 我在這邊是要跟你們強調 就是說Igon function 跟 就是說一個系統的Igon function 不見得是另外一個系統的Igon function 但是我們可以利用 我們可以利用完整結合的特性 用這一支結合來解決 解一個非減血運動的問題 以後我們 我會 我會後面講那個 用矩陣來解 對 用矩陣來解那個量子物理的系統 這清楚了 那我們在講之前 我們先 我們先把一些需要用的公式 我們再複習一下 第一個是第一部分 是那個角度 這是你們數上符號 數上用這個 這是我們以前一直在用的那個函數 那角度函數 然後第二個是那個減血運動的 然後第二個是那個減血運動的 那數上 數上就用這個符號 這是我們用那個 Ground Notation的符號 另外一個還有這個呢 那等一下我們當然會 等一下我們會用到這些式子的 從這些公式 從這些公式我們可以得到下面的那個一些 一些 單元 對不對 我們左邊 這邊有一個左邊的 有一個右邊的 那這是我們用的符號是這個 這是我們的 這是我們的 怎麼樣 都寫個H 我是用舊的那個A的定義 首先我們從這 從 我忘了落掉寫這個 這是Harmintone 然後 A第一個 然後A的 然後從這個呢 我們就可以選成怎麼樣 從這個公式我們可以把它 把M跟左邊 很自然的 你看 這邊是左邊的 這一排 這一排函數的編號 這函數的順序是照左邊的 這一排是怎麼樣 這一排是照右邊的 聽清楚嗎 所以如果M等於1 我們看 如果M等於2 N等於3的話 是哪一個 是哪一個單元 左邊 這是左邊 左邊是在 所以是這一排的 然後這邊的 這邊是哪一個 N等於3 3是這個 所以是這個單元 這樣可以嗎 那我們看 這個等於多少 M不等於M 所以等於韓 所以多少 是0 所以這個位置是0 第16天 那我們看 M等於N 對不起 M等於1 N等於1 是哪一個 對的0 M等於0 N等於0 是這個跟這個 所以這個多少 看右邊 N等於0 所以是1 2 H8 我沒有把它提出來了 所以是1 2 對不對 其實因為這個關係 因為這個跌倒函數 我怕它只有對角線才 怎麼樣 對角線才不等於7 它都是0 所以我們可以這樣寫 這個2 3 然後這是2 5 然後這是2 7 然後對角線以外的全部都是0 對角線以外的全部都是0 對角線以外的全部都是0 這樣會了嗎 對 這是Hermettonia Hermettonia 我們把它寫成一個方陣 到這一步 我們把這些數目寫成一個 用一個方陣來表示 當然沒問題 不過我們後面還要 我們後面需要證明說 這些方陣之間的運作 要滿足怎麼樣 滿足我們數學上的矩陣的定義 我們先把方陣寫出來 我們先把方陣寫出來 然後我們再證明 我們再利用完整集合的觀念 證明怎麼樣 證明它的運算是滿足 滿足那個矩陣的要求 那我們這 這是 都寫了沒有 這個最簡單 因為它是對角線的 那我們看另外一個 我們看A A第一個 我們看A第二個 來我們看 0跟0這個是多少 我們用右邊這個公式 0跟0這個是多少 這個好 我們可以這樣算 U M 這等多少 等於 這提出去 根號 N加1 然後多少 U M 然後 U N加1 對不對 我們這樣運算對不對 然後這個是等多少 我們用這個公式 我們用這個公式來決定那個方陣 所以 M等於0 最左上角 最左上角是 M等於0 N等於多少 M等於0 N等於0 但這是1嘛 0跟1所以多少 0 對不對 這是0 我們看這個公式 我們先從1 我們先從第一排下來 最左邊這個是 右邊等於0 我們先用這排 這排是 M等於0 然後N等於1 2 3是下來了 對不對 所以 我們先固定M等於0 然後N從0開始 N從0 這永遠是多少 N等於0 N等於0 0跟1是0 對不對 N等於1 2跟0 永遠是0 永遠是0 對不對 是不是 那我們先看看第二排 第二排是 M等於1 N等於0 你們看 M等於1 N等於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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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1跟1是多少 1嘛 所以 那前面還有一個 什麼樣 更號 所以我們就 這邊是 1對不對 那其實這邊 你們可以一時列推 這邊都是0 那這邊是0 我就把它寫出來 你們再自己叫對 好 一時列推 那這是更號1 更號2 更號3 更號4 這就是 就是由這個來的 由這個係數來的 這樣會嗎 那這是A第一個的矩陣 那你用相同方法就是這個 對不對 所以用這個 我們再寫這個 我們再寫這個 M A U 這等於多少 等於根號N tθ m m-1 這樣會 所以你用這兩個公式 你用這兩個公式 你可以得到 得到A Degg跟A的矩陣 那这个你们可以自己做了 这个你们可以自己做了 那个这个简协运动 这个简协运动很简单 然后我们以下就是要跟我们来讨论 就是我刚刚讲那句话 我当然一定可以把它写成一个方块 一定可以写成这样子 但是它是不是矩阵 这个是不是矩阵 我们就要怎么样去教对 它是不是数学上的矩阵 它的运作的定义 是不是满足了 是不是复合了 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怎么样 只要用数学上的矩阵这套 我们才可以用矩阵这套数学 知道我讲的意思没有 那么底下我们来证明看看 证明看是不是这样子了 如果是矩阵 如果是矩阵的话 这两个矩阵的相乘的IJ单元 必须是F矩阵的这个单元 乘上G矩阵的这个单元 然后对N怎么样 对N上 也就是说我这样写 我把它用那个矩阵 这是用那个数学式子来表示 如果用真正的矩阵来表示 F 就是说这个式子 这个式子 就是说 我画的比例不太对 就是说这个矩阵 FG这个矩阵 FG是个算符 对不对 F乘上G是个算符 这算符的单元 1212跟212 如果可以写成这样子 写成这样的话 矩阵的运算 我们来看 矩阵怎么运算的 这一类成上怎么样 成上这一排 做第一个单元 对不对 你看这一排 这一排跟这一排 对什么算 这个成上这个 加上这个成上这个 加上这个成上这个 矩阵是不是这样运算的 那我们看是对什么算 对后面这个算 1212 对前面这个 这一排 111221是后面这个 我把它标出来 字幕相成的 所以是哪一个 是后面这2乘上这个2 3乘上这个3 也就是说这边的什么 这样的吗 所以第一个单元是1 就是这个 从1开头 然后再过来 2跟2 这边2的 这边2的 知道我讲的意思了 这是矩阵相成的规则 那我们先要证明说 我们的物理上 就是量子物理的算符的运算 确实是怎么样 确实是照这个顺序 知道我要讲的意思没有 那我们来叠下来看看 我们物理上的算符 算符我们如果用矩阵来表示的话 是不是要满足 是不是要满足这 那我们先来看 这是完整集合里头的 其中一个 完整集合里的其中一个怎么样 其中一个函数 一个po函数 那我们知道 这个运作到它变成什么 机运作到它变成什么 变成另外一个函数 机运作到它变成另外一个函数 那我们知道 什么叫完整集合 什么叫完整集合 就任意函数 任意函数当我们包括这个函数 我把它挂起来 比较清楚 任意函数都可以展开从什么 完整集合什么 完整集合线性核 对不对 那这是任意函数当我们包括这个 是不是 那它是不是可以展开 成完整集合线性核 可以 所以我就可以这样写 是不是这样子 这是任意 这是一个函数 这个函数一定可以展开 成什么完整集合的线性核 到这边没问题 那我们知道 我们以前讲过 这系数可以怎么得到 没有 昨天是规意犯 我们以前展开系统我们成功解构 就是说我们两边都乘上一个怎么样 乘上完整集合线性核 其中一个函数 我把它写在这边好了 对不对 我左边乘上这个 然后相成 我们再复习一下 其实我们以前讲过了 那我们再重新 我再重新讲一次好了 这边式子在这里 有问题 我们这个式子 左边乘上这 做击分 那右边也一样 没问题吧 那这是右边的 是不是 OK OK 哦 操了 操了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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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从这边我们可以看出来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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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提出去 算面 OK OK 你看这是等什么 因为这是 Orthogonal嘛 对不对 所以是 Δ多少 对 这是 ΔM 对不对 所以我们得到什么 得到C CM 所以这系数怎么样 我们要得到这系数 所以从利用这个 利用这个公式 我们就可以得到这个系数 OK 对 对 然后把 这M是 小不小 这M什么意思 M是任何一个怎么样 从1到无限大嘛 那所以 我把这个符号 这符号 M只是代表从1到无限大而已 我可以改变别的符号 我把它换成N 有没有问题 我把这个换成N的话 所以告诉我们说CN等了多少 所以这个展开器是等多少 我把M改写成N 有没有问题 我把M改写成N 所以 M改写成N的话 就变成CN等了多少 等于这个 CN 对不起 这样可以吗 所以我们得到CN CN是等着 CN等着这个 CN等着这个 对不起 那这个是什么 你看这是什么 这什么 这是什么 这什么最新单元 我们最新单元 定义是 等级是什么 什么最新单元 NJ嘛 对不对 对 是不是CNJ 所以我们这边就可以怎么写 我们这边可以怎么写 Submission N什么 N的什么 所以CN就是举认单元 有没有问题 这边N嘛 对不对 这边N这边Z啊 所以是这个嘛 对不对 同学还有问题没有 我们已经知道CN就是举认单元 就是举认单元 就是举认单元 那我们再看 我们主要目的是要得到FG 那我们来看左边FG 我们这FG这是怎么定义的 这是怎么定义的 这举认单元怎么得到的 是不是 就是 这举认单元是这样算的嘛 我们根据那个举认单元的定义 是不是这样 OK 就两个算符相乘 然后它的举认单元是这样 OK 到这一步有没有问题 这是我其实就是举认单元的定义 那我们把它写成这样 是不是可以写成这样 就是举认单元的定义 对 有没有问题 到这应该没问题了 那我们把这个带进来 这在这里 对 对 我们把这个带进来 我们就得到 到这边没问题吧 对不起 我把它挂护起来 OK 是不是这样 你看我左边那个绿色 绿色挂护 这边绿色挂护 对不对 OK 你们再仔细看一下 看一看是不是这样 OK 有没有问题 没有 好 那我现在把那个sumH in 把它提出去 是不是这样 OK 到这一步有没有问题 那我们知道这是什么 这是什么 我们从那个矩阵单元来定义 我们知道这是F是什么 F i n 所以这是等于 sumH in 然后怎么样 G N Z 是不是 这就是什么 这就是我们要证明的 对不对 所以这边告诉我们说 F乘向G F乘向G的 IJ的单元 矩阵 矩阵单元 等于怎么样 等于F的in 乘向G的Ni NJ 然后再怎么样 对Nsum 也就是满足我左边 左边所画的这个怎么样 矩阵的什么样 矩阵相乘的规则 这样清楚吗 对哈 从这矩阵相乘的规则 我们也知道 你把这两个数据对调的话 把这两个数据对调的话 把这两个数据对调的话 结果一不一样 对 你们学过矩阵吗 你们学过矩阵之后 如果把这两个矩阵对调的话 结果一不一样 结果是不一样的 结果是不一样的 相信什么 那我们知道我们的量子物理 两个蒜粉的 两个蒜粉能不能随便对调 也不行的 只为它是Commute 所以这刚好 刚好怎么样 矩阵的相乘 刚好是用这套数学 刚好我们的量子物理的算符的运算 刚好是符合怎么样 符合这套数学的运算 所以以后我们的很多量子物理系统 就可以用矩阵来怎么样 用矩阵来表示 这样清楚吗 那这边我是跟您 跟您证明 就是说我们的算符的运算 确实怎么样 确实是满足矩阵的数学 这个公式也可以用完整集合的 那个单位矩阵来表示 这都抄了没有 那我们再看另一种方式 韩系学单位矩阵 这我没讲过 你再复习 就是说 假如这是完整集合 假如这是完整集合 对不对 这个相乘 把对所有N 完整集合的所有函数都怎么样 都相加以后 它是一个单位矩阵 不对 单位算符 I是个单位算符 它是算符 不是数目 但它是一单位的 也就是说 它成像任何算符 等于那个算符 我们利用这个也可以证明 也可以证明 我们刚刚那个式子 我们利用这个 我们来证证看 你看 这是我们这个矩阵 就这个 这就是这个 我们用Delog Notation 来表示 我原先用积分 我原先用积分 我们有Delog Notation 我们有Delog Notation的话 是这样子 OK 我们把这个带进来 我们也可以这样用 因为它是单位算符 你乘上任何东西 还是等于它 好 单位算符乘上一个 任何一个算符 就等它本身 所以这是一样的 I乘上G 就是等于I 就是等于Z 那我们再把I 把I带进来 对不对 我把它挂回起来 好 那这是从这边来的 都写了没有 然后我们把这Summation 可以提出来 好 我们也可以得到怎么样 得到相同结论 这比我刚刚那个机问要简单 就是我们用完整集合 利用完整集合的单位算符 我们也很容易可以怎么样 很快可以证明这个公司 多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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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另外 我们再讲另外一个很重要的 叫做 何明星和John 另外一个 何明星和John 算符 我们知道算符里头 一个很重要的算符是什么 conjugate 就是Hermission 对 对 Hermission conjugate 就是A 第一个 那我们来看A第一个在 这矩阵 对我们这个来 我们如果用矩阵来表示 它是这样子 F 这个 等于什么 等于F 我们利用这个规则以后 我们再求Hermission Hermission conjugate 就非常容易了 你们知道这个符号 知道没有 Transports 然后再 叫做 公二负数 我们先取它Transports 然后取公二负数 Transports 就是行列对调 这行 这是列列 这是列列 这是行列 这是NM 这是MN 行列对调 我想你们都学过 Transports 应该都学过 Transports 然后再取公二负数 那以后我们遇到 那个Hermission 就Hermission conjugate 我们马上可以 马上可以 把这个矩阵找出来 好 我们来说 为什么是这样子 好 我们先从右边 右边是这个嘛 对不对 那我们把那个定义 我们把那个 矩阵的定义 带进来 是不是这样子 对哈 对不对 好 那这个我们可以写成什么样 我把这个挂起来 好 因为是Conjugate 嘛 这是Conjugate 所以是 这个变成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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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问题 那我们再利用 那个Hermission ajun的定义 这是等于什么 是不是 我这边是用定义符号 以前我们 以前我们是这样定义的 对不对 对哈 然后你知道这是什么 N M 对不对 对哈 好 所以我们这两个条 这两个 我们都讲了哈 那这个要记住哈 这是运算规则要记住哈 好 其实你用那个 用那个 矩阵相乘自动 就会了 反正就是你用 用你们 这个就是你们所学过 那个矩阵相乘的规则 好 那 那证明这两个以后 我们就以后的怎么样 以后的 以后的 物理那个算符的运算 我们就用怎么样 用矩阵的规则就可以了 有没有问题 OK 好 那这没问题哈 那我们休息一下哈 好 OK